接警后警方开始调查这个名叫熊婷婷的女子的下落 然而他们很快便发现 户籍信息中的熊婷婷和张小俊所认识的熊婷婷并不是同一人 户籍信息上的熊婷婷并不是张小俊认识的未婚妻 而更让人意外的是 就在报案没多久之后 陆陆续续有多名和张小俊有着类似经历的人前来报案 综合各方面的信息警方推测 很可能还有其他和张小俊一样不知情的受害人 那么自称是熊婷婷的这个富家女 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呢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这个已经有几八个手段手段手段的报案 有些有几个是以这个定位的名义评件 多的就这条手段的还有几万块钱的 少的一期钱的来经营手势的 红国民集们大量的走访调查后 终于在宜春市区的某个高档住宅区内 发现了熊婷婷的身影 我们抓过的时候见到这个熊婷婷女子 我们都不敢相信 因为这名熊婷婷看上去就有四十多岁的人 얘는怎么这些人会相琴它 我们是不是找错了人 截至目前警方发现 和这名女子有关的试案金额 已经高达四十多万 她大多以订婚的名义要求转账 这名女子叫胡颖 是新于本地人 她真实的户籍照片 和她本人相差很大 而熊婷婷名字并不是伪造的 身份证是真实的 那么胡颖和熊婷婷之间 是什么关系 在这个骗局的背后 又隐藏着多少 令人唏嘘的故事呢